課己復禮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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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vog KRIS azo 我君主知 aun 人生不是很光明坦当嗎? 也如前焉所講的自由廣大 我自己這一生學儒學 我得到了很大的好處 你真的好快 儘小儘心 粘量客極地 hur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人跟人的關係,人跟這個世界的關係 各方面來講 就是該這樣,不是挺好的嗎? 而且你也自然會獲得周圍人的尊重吧? 你是客己的,你也負禮的 你不是在那自我膨脹的 也不是做爛好人 他是客己負禮 客己負禮 客己負禮 只是客去了己思 所以講白點,客去幾思 其實滿好的 自己不好的部分要去掉 自己好的部分,該怎麼做怎麼做 合乎天理的部分 該怎麼做怎麼做 為人 作人主的非常重要道理 從早到晚,在家庭裡頭,在學校裡頭,在公司行號,在社會,打開報紙,一堆亂七八糟,互相衝突的事情。 該怎麼做,怎麼做?自己坦當,處事情也合理。 這就是儒家修行的方式,課己復禮為人。 諸子早年教人,主要是涵養虛用盡。 涵養虛用盡,是二乘城門教人的修養最關鍵的話。 諸子早年教人,主要是涵養虛用盡。 諸子早年教人,主要是涵養虛用盡。 涵養虛用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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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子早年,主要是涵養虛用盡。 諸子早年教人,主要是涵養虛用盡。 諸子到晚年教人,主要是涵養虛用盡。 可奇覆禮的世主要是涵養虛用盡。 客己婦禮為人。 夫婦如此,父母之女之間也真樣。 小孩對父母,當然是客己婦禮。 大人對小孩也要客己婦禮。 以前很講究的,幾歲幾歲該怎麼做,怎麼對待。 對長輩,當然更是客己婦禮。 平輩、晚輩、艱然。 人跟人的衝突,當然大幅減少。 事情都按照個合理的,該有的對待方式。 至於這個理的具體內容, 這個倒是要現代化。 你不能說,我們今天還行清朝的理、周朝的理。 那不行啊! 這個不行。 這個絕對不行。 包括喪禮。 我又聽到很多人為了喪禮,吵得一塌糊塗一家人。 都已經明明二十一世紀了,他要行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理。 那不行啊! 更何況,有些人只會提要求,從不負責任。 不付出。 更可惡啊! 有些大姑子、二姑子、大姨, 在家裡從來不管, 然後突然上前奔回來了, 就說,哇!這個要這麼一大堆啊! 我的天哪! 這要無理之至。 這不是有理,這叫無理。 你平常都不付出,怎麼這回你毛病要求一大堆啊? 你拜託,你平常付出一點,好不好? 所以我說現代的意思嗎? 你付出幾分,有幾分說話權。 你不付出了,你就請你靠邊站。 我也不罵你,但至少你講的話,我當耳邊瘋了。 聽不太到了。 稍微能夠對付對付以下,好不好? 我講得很清楚啦。 我講得很清楚啦。 理尚往來嘛。 你從不付出,你憑什麼講話呀? 我尊重你,就是不說了就算了。 能夠照顧照顧,照顧老人都很抱歉。 二十一世紀,二十一世紀的理也不用老拿那些亂七八糟的, 以前的臭規矩來啊。 這樣明白吧? 但是要合乎人情,合乎人性,合乎良善的本心。 前仙人這張築規矩,特別就人道講,從人心上有他的道理。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近代以來,這個禮教,確實不能夠像以前那樣子。 必須要不斷地改變。 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啊。 他是從一個家族社會,變成一個小家庭的社會了。 這個完全不同了。 人跟人的關係已經截然不同了。 個人跟家庭的關係也不一樣了。 因實而變。 李有因格。 前仙人特別強調,李不離開人道,是有他的時代意義。 前仙人的這張築規矩,要本於人道, 甚至於把李講的人道之結文,是有他的苦心跟用心的。 前仙人的這張築規矩。 前仙人的這張築規矩,是有他的苦心跟用心,是有他的苦心跟用心。 而是有他的苦心跟用心。 前仙人的這張築規矩,是有他的苦心跟用心。 前仙人的這張築規矩,是有他的苦心跟用心。 人跟人的來往、交往當中修。 現在搞到最後,難免都會去追求這些外在的成就。 因為都市的建設看得到,交通的建設看得到。 你寫本書,做出一個軟體,做出一個公司,都看得到,很具體。 人跟人,難搞。 人跟人,好難搞。 都乾脆逃起來,紛紛做宅男、宅女。 少要不喜歡跟人家來往、交接。 就埋頭搞一些我剛講的,各種的物質、技術、軟硬體、各種可見的成就。 這方面快速成長,人跟人,越來越來越難搞了。 越來越越難搞了。 越來越難搞了。 最後完成了什麼呢? 這些外面的東西,永遠沒有辦法填補我們因此而空虛的,難過的、難受的內心。 人天生就是一個群居的動物。 你沒有辦法離開他的人群,好好活了。 所以必須課己父禮為人。 一日課己父禮,天下歸人禮焉。 天下歸人禮,大致如此。 但大致而言,一日課己父禮,天下歸人禮。 但大致而言,一日課己父禮,天下歸人禮。 這就是靠自己。 不需要靠別人。 所以儒家的完成,是自我完成。 完全靠自己,就可以完成。 不需要靠別人。 這又是他很自在的地方,自由的地方。 儒家不像西方人講這種自由。 因為西方近代的自由,是講的free from, 就是伊撒伯令所詮釋John Stolmere的 On Liberty的四論。 所以他主要是free from, 是不被政治、不對社會壓制的, 而言論自由。 尤其像言論自由。 free from suppression, free from oppression, 或者free from oppression, 這些種種。 儒家的為人有己, 是free to, 我自己要能夠做什麼, 是有己, 完全由我自己決定。 儒士道三家的修行都是一樣, 完全由我自己決定, 為人有己, 而有人無己。 我自己就可以完成這個人, 為人有己。 一日課己復禮。 天下歸人言,為人有己,而有人無己。 一字千金, 一字千金。 儒家的修行就在經典上。 儒家修行的終極就在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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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修行的終極, 儒家修行的終極,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一日刻起腹裡,這一天你就天下歸人矣。你當下就往生細放。 阿彌陀佛 這是祂的自在跟光明。明白吧? 我想想關於修養的活動,而且是不同文化的。比如說,有太人,他們好像有一些會很定期讀他們的那些數卷之類的。 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說如果比如說有太人,跟他們的信仰,跟比如說儒家,跟他們的人生觀, 那如果他們兩個都是在,就是這樣子的很定時的進行他們的修養,是不是在七世講的那一個文化背景都是有類似的造性格的功夫? 還是他們兩個做了比,或者多個做了比? 您說,不同文化是不是都會有修養的功夫嗎? 就是,應該是說有一些,假設是當然,如果是很,比如說很信仰的話,可能他會把,就是來神,投不掉來神。 可是如果是比較進入現實的概念,就是比如說那個叫什麼,就因那個歐斯特末,他裡面的信仰也是比較,不是那麼的,怎麼講? 是比較要求人,應該這樣講,那如果是人家在不同文化界裡面進行這樣子的修養活動, 因為剛剛老師講的是以這個女家為主,那其實任何一個人,是不是他就在武經,然後在進行自我反省,在修養,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不是更多厲害,還要是有不同和相同? 不是更多的,是的,不是更多,而是有不同不同,是有無所謂的。 是這麼多? は?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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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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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信仰為中心,然後是耶穌復活所帶來的救贖。 學習基督 而中國所要達到的狀態也是類似的。 所以就相同的部分來講,我所見的世界幾乎所有的這些大宗教對於德性的要求類似。 差之不遠,沒有太大的差別。 都是一種光明的、慈愛的、寬恕的、謙卑的、謙卑的。 所以很有趣,德性的狀態都類似。 一日課及父女天下歸人焉,為甚麼類似? 其實我相信,這是因為人性有一個類似的最高的追求,最高的盼望。 是那一點是類似的。 這個盼望分兩個方面。 一個是德性上,不同的民族對於德性的最高的向往類似。 在克己父女上,克己父女所達到的一樣類似的德性的狀態。 是慈悲的、是慈愛的、是謙卑的、是光明的、是寬容的。 合得其中介、復 Colo Nero? 是不相處。 五節,是像慈愛的 birth 。 五節,才maybe может多重音,向 aye卑的就業。 逐約大家根學的但是,政府對自己是歌的 Une正點,之為所有的 watchesBunderza的影響。 既約只要求聖寓語的注意前。 相處 Teraz 或者讓人所達到的状態? 羅 Marlyanal 節,東西鵝石。 德性狀態是類似的。 德性狀態 有的是透過宗教 宗教 應許你 最後是怎麼樣 你也有種感應覺 就是這樣 儒家 是透過了一種德性修養狀態 內外天人合一 最後他明白 就是這樣 一種究竟的完成感 明白吧 所以無論從德性上來講 或從究竟的完成上來講 或從究竟的完成感 是類似的 而這兩個本身是相通的 德性的完成跟究竟的完成感 最後它是相通的 德性偏重內在感 究竟的完成感 會偏重說 明白這一切 是一體是相通的 所以在我的看法裡頭 儒家 乃至於道家 還全界所有的大文明 他是相通的 他講的面相不一樣 而其中 道家的層次 有沒有到儒家這個層次 有一些可異的地方 所以他也沒有成為一個 一個大文明的真正的詛咒 而其中華文明的詛咒 還是儒家 道家還是比較為輔 所以就層次上來講 儒家應當是更高 他才能成為一個文明的詛咒 因為儒家比道家 更要重視到 慈悲跟慈愛 這方面 這還是所有的大文明共通的 到最後 都是儒家主於人 人愛 和佛家主於慈悲相同的 佛家主於慈悲相同的 好,還沒有問題 您剛剛說 儒家是天人合一 儒家應該是天人合得 而道家才是天人合一 而孔子並沒有去直接講天人合一 但孔子自己本身就到達天人合得 因為孔子本人到達天人合得 後人也就用天人合一 來說孔子 所以這是學理上的相通 聽懂了沒有 孔子並沒有去發揮天人合一 的這個道理 這是道家發揮的 但孔子本人做到天人合得 反而會有人批評 說老中有沒有天人合得 當然這後來爭議 很多 所以有不同的立場 不必在這個地方 太細舊 後來儒道兩家 這方面融合 都講天人 天道跟人道 必須融合 詩相史上嚴格來講 如此的重視天道 基本上是從 先從莫子 然後到了戰國中期之後 莫子是到 春秋的晚期到 戰國的早期 講天道 末子 就已經開始講天道 的問題 到了後來的老子跟庄子 學派講天人合一 儒家後來的學派 也吸收這個事情 反過來看 原來瑤穗以堂 他們的作法 是不講這個事情 在實現這個道理 思相史上 大概這麼一個情況 今天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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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近項 軟 讃